歌声悠悠 在流水中荡开明媚的丝绸 颇吻浮动着 摇晃着 包袱着治疗着亚洲姐妹 异地受伤的手 曾淑美是1980年代 表现耀眼的诗人 但时隔27年 她才出版她的第二本诗集 《无仇军》 其间显然作品不多 原因是 她将心力投注于 社会弱势的救援工作 及市场广告业务 她曾经是 意识形态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 但尽管如此 曾淑美毕竟是 诗神祝福的女儿 她没有离开诗创作这一条路 杨木在曾淑美第二本诗集 《无仇军》的续文中 称赞她许多别人看不见的事物 属美都能够安排 放置在心灵忧区的深处 以多情有心的想象 通过感官交融 吹声着一首美丽的诗 今天我们赏读的 《发抖的河流》 就是一首美丽的诗 诗人用发抖的河流 形容南洋姐妹的歌声 那歌声中有喜悦 有哀愁 河流的泼光 像歌声悠悠的律动 也像神话般的微笑 诗人说 听到这样的歌声 全世界的人都频频回头 回头是什么意思呢 回头是被吸引 回头是关注 诗人歌颂这些南洋姐妹 也就是台湾的新住民 将爱心注入台湾 在台湾立地生根 在诗中 诗人说 仰视南方绚烂云彩 你的神奇 所护佑的天空 倒映 我的神奇 所护佑的海洋 曾淑美用倒映一词 连结了南洋的天空 与台湾的海洋 表示南洋姐妹 融入了台湾的生活 南洋姐妹从最初 来到这一陌生国度 她们的歌声是 微弱的悠悠的 到如今呢 已经悠长嘹亮 受伤的手 得到了治疗 哀愁的心 得到了包袱 曾淑美以保韵情感的口吻 关照自己 以及他人生存的环境 写出了这一首 如同月光薄仇般 洁净清亮的歌音 非常动人 现在请听诗人 曾淑美朗诵 发抖的河流 写给南洋姐妹 发抖的河流 写给南洋姐妹 歌声悠悠 从空气中 仿出 一条温软的河流 波浪发抖着 哭泣着 沸腾着陌生的 喜悦与哀愁 在地球遥远的角落 我听过你的母语 如此反复吟唱 淋淋泼光 一抹金色的 神话般的微笑 让全世界 频频为你回头 你在岛屿厨房 为我们秘制香料 烹煮有爱 且可口的菜肴 你玩起长发 为人妻 为人母 为人女 用异果口音 为孩子唱起 摇篮曲 仰视南方 绚烂云彩 你的神奇 所忽悠的天空 导映 我的神奇 所忽悠的海洋 海天交接的蓝 渲染着诗 我们共同的 神秘故乡 歌声悠悠 在流水中荡开 明媚的丝绸 颇纹浮动着 摇晃着 包覆着 治疗着 亚洲姐妹 异地受伤的 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